马上威灵带来今夜最新消息 防疫升级各县市现在宣布要暂停工绩了 当然这是考量到了国内疫情升温 而丧葬的传播仪式是有高风险 所以内政部跟地方政府合作 全台各县市要暂停工绩 其中台中市还有南头县金门与连江会停到6月8号为止 其他县市则是暂停到5月28号 目前只能够缩小规模举办佳祭 而且为了让防疫措施更完善 除了人流管制 总量管制 动线规划之外 也要采取实联制度 并且加强环境消毒 前几天三峡有地方市深 家人过市 原本要举办千人工绩 辖局警方为此动员大批警力 后来担心成了防疫破口 协调改为只举行佳计 丧葬仪式有群聚传播的风险 内政部目前要求全国各县市暂停工绩 其中台中市 南投县 金门县跟连江县 暂停到6月8号 其余县市则暂停到5月28号 那现在都发成了全部的共识 大家都在这一段时间只有家计 而不没有公计 因为我们的殡仪馆设施 其实空间都不是很大 其实人数会很多 所以我们有鉴于此 所以跟县市政府大家一起来努力沟通 地方政府积极强化殡葬设施 包含人流管制 总量管制 还有动线规划 同时实施实联制 量体温跟戴口罩 基本要求不可少 并且加强环境消毒 有些县市像是新北市 则要求梅花座 只要违规就会开罚 政府协调商家跟殡葬业者配合 只能家计并且缩小规模 在兼顾人情跟防疫之下 相当一事还是要保持社交距离 记者西部修生 台北报道